帝是天 帝是天是风云二中的一大反派 初次登场时是在雄霸被风云击败后 他幻化成一整张巨大的面具 从天而降 一副高高在上宛如救世主的模样 可以说这一出场颠覆了大家的认知 这简直不是正常人 比上个反派雄霸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帝是天 本名徐福 他是秦朝始皇陛下的方式 秦始皇派他前往蓬莱仙岛 求取长生不老药 徐福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在一山洞内发现了凤凰 经过数十天的交战 大军死伤一片 终于杀掉了凤凰 徐福通过研究发现 凤雪可以令人长生不老 丹药炼成后 他想到秦始皇如此暴虐 如果让他长生不老 黎明百姓必定遭殃 于是便自己服下了凤雪丹 从此长生不老 活了足足两千岁 徐福一开始还是比较善良的 可是当他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 一个个离他而去 时间一长便再也没有了任何感情 他开始投身各个门派 学习武艺 慢慢的 在这几千年间 他曾当过武林盟主 也在五代十国时期 登上了皇位 此时他觉得太无聊了 便开始玩弄世间凡人 第十天 荣惠万家武学 创出了可以令人长生不死的圣心诀 他可以吸取别人的元神 也能隔空取物 随意变化 之后聚集了风云 破军 黄影 怀空等人屠龙 获取了另一种宝贝 那就是龙园 看到这儿 有些小伙伴要问了 第十天不是已经长生不老了 为什么还要龙园呢 其实第十天当初服下凤雪丹 的确可以长生不老 但是中途杀出了一个十强武者 将第十天打成重伤 导致体内凤雪流失了一半 只能长生 不能不老 所以第十天要练习五雷划几手 划掉自己体内的凤雪 当第十天划掉自身凤雪时 也是他最弱的时候 功力实不存一 此时 断浪故意引来了风云二人 第十天与风云交手数个回合不敌 体内凤雪再次被打出 危急关头 断浪假意掩护第十天逃走 而后跟着第十天 想知道他把龙园藏在了哪里 一路跟随第十天 来到了暗室内 就在第十天 要强行服下龙园时 被断浪打断 陷入疯狂的第十天 施展了自己毕生的武学 张开大口 对着断浪 就是一顿霹雳闪电 紧接着 把断浪吸入口中 断浪在第十天体内 看到了他2000年的经历 随后耍了一套剑法 破了第十天这一招 一代枭雄第十天 就此终结